各位朋友 現在會補回之前的錄影 因為之前很忙 所以有些事情很想跟大家分享 但也沒有時間去錄 這段影片我很想介紹一些家庭事件 因為之前看到莊運程小姐的家庭情況 以及龍亭那邊的情況 我也很想分享我見過的人生的經歷 其實在香港正常的家庭 一般生活都很大壓力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拍攝了婚禮這麼多年 其實見到很和睦的家庭 不算很多 我都見到很多家庭受的壓力都很大 無一無女的家庭有多少 其實都不算很多 一百個裏面 可能只有一個或兩個 這是我的經驗最多 為何會這樣 因為在香港生活是一個物質型的社會 其實你有錢和沒有錢都未必是很開心 有錢的家庭就為了錢 有很多家庭的增產問題 他都未必開心 而且在香港有錢之餘 你還要維持著這塊錢 你維持著這塊錢的時候 你就要做很多的事 這個生活也是一種有錢人的壓力 好 沒錢的那些 當然是比較差 中國人有句叫貧賤夫妻 百事愛 其實如果你說貧和負生活 其實壓力都很大 夾在中間那些 你說大不大 是一樣很大 因為在香港這個物質型 你坐在這裏 其實你都是要付錢的 如果你的家是買了 那你要付差向 地租 諸如此類 燈油火納 你用電 你坐在這裏 除非你是不吃東西 你一吃東西 要麼用電爐 要麼用煤氣爐 這些就是壓力開支 你坐在這裏 其實在香港都是要付錢的 它不同 以前古老一點的時候 一般的農夫可以自給自足 他可以在外面找東西吃 那間屋就建好在這裏 又不用交地租 如果你要交租的話 不是自己買 要交租 那你又要破租 這些就是壓力 我看到莊小姐的家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這些 而且莊小姐的家 不是我見到唯一的一個家 因為起碼我見過的 都有兩三個類似的 我在這裏 真的很想和莊小姐分享一下 當然這條片可能是遲了一點 但是如果有同類型的家庭問題的朋友 都耐心一點聽一聽 可能會幫到手 這條片 我盤著善意去說這些東西 而不是說是非 希望大家聽到之後 可以心舒服一點 在莊小姐的家裡有一點特別 首先他們應該遇到整個環球經濟的影響 因為他說到家裡的公司已經沒什麼錢 當時他們還沒離婚 當然他的先生是不出去做事 莊小姐自己出去做事 然後養護家裡類似是這樣 想那個先生出去找一份工作 找一份工作 在他的訪問裏面 我是不理他真正的 在訪問裏面 他說不介意先生去做Uber司機 也沒問題 其實平心而論 很多家庭都會遇到同樣的情況 就是突然間 只有一半在工作 另一半就沒有工作 就不行 我剛才不是說了 你坐在那裡也要開支 但是為什麼會導致這樣 其實我也有看到現象 可能是因為有幾件事出現 第一件事就是可能是新冠 新冠影響了 大部分人中了之後 腦子都會潮緩一些事情 這很正常 第二件事是飲食習慣 大部分人的飲食習慣都不健康 代表他營養不夠 營養不夠 你不是以為吃一大塊肉下去 營養就好像很充滿 不是的 一塊肉要咬碎 然後要慢慢吞下去 然後才能吸收到肉 大概最多七成左右的東西 飲食習慣如果不健康 生活習慣又不健康 就會導致他有機會營養不良 導致他的體能很差 尤其是他不做運動的話 就更差 一差的時候他就沒有力 他沒有營養時會導致腦磁患 會做少許事 會很累 甚至乎有機會連工作的能力都沒有 因為他無法集中精神 這個現象很可能有外在的因素 在裡面出現 如果你說有壞習慣 這些我就不評論 這個沒有辦法 那些壞習慣 你很難一時間改到 我不要理他 如果莊小姐的老公是同樣的情況 其實他就變成沒有心去做事 另外有一類的人 尤其是搞藝術類 他就想著錢是從天上來 他要搞藝術是最大的 他就會自己喪失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為什麼呢 他活在他的幻想裏面 但現實就照顧不了 這些很多時候出現在一些 比較極端的藝術人士 亦有可能會有這個現象出現 就是莊小姐的家有機會出現這個現象 好了 第二 這件事就是外在的事 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實就很簡單 這個也有個解決方法 吃東西那裏有些營養 然後做運動 他人強壯 出去做運動是有些安多芬 晒下太陽有些維他命D 他人便爽爽了 然後如果B12不夠的時候 因為B12是影響腦很厲害的 如果B12不夠 你便搞B12回來吃 吃鹹 諸如此類 人便會強壯起來 這個問題應該會迎人而解 尤其是在這裏 講給藝術朋友聽 因為很多時候都捱東西 好像我一樣都捱東西 很多時候都忽略了 身體需要營養那件事 你會很累 日後會很累 變成又是做不到事 這些事情希望我現在講的 可能你都明白 但是有人講給你聽 你原本知道 但是有人講給你聽 你是更加鼓勵到你 會做到這件事出來 我希望可以幫到手 是這件事 然後莊小姐那邊 莊小姐那邊 我看了她的訪問 很奇怪 莊小姐會跟她的媽媽 說她的老公出來搞三搞四 之後有很多不軌的事 咦 為何會突然出現一個媽媽 正常的家庭 千萬不要這樣 尤其是夫妻或男女朋友 千萬不要做這個動作 原因是為何 無論男女都要面子 當你握了第三者 尤其是媽媽 有時是外面的朋友 她追著一個人 她不能下台 她不能下台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如果她的頭腦把纏著 就會越來越差 因為你不能下台 說真的 人相處朋友也好 不要說夫妻那麼親密 朋友也好 盡量不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當你做這個動作 被你握著的人 她很難受 反過來 如果莊小姐的老公 我也是照樣說 不要介意 不知道她是你的分別 如果她變相找個朋友過來 一起去追著莊小姐 你也會很難受 所以這件事盡量不要做 一個夫妻相見好的同住難 如何維繫夫妻的關係 你看看龍亭那邊 邱先生那邊 如何維持夫妻關係 其實大部份都是成年人 你結婚還不是成年人 尤其是老夫老妻 其實他們都知道如何維繫關係 不過做不做到是另一件事 其實維繫關係來來去去都是一件事 這些事情是你們都知道的 不過問題如果我再說多一次 可能會說到你們會去做到那件事 真的做到那件事 知同做到是兩件事 譬如一對夫妻也好 其實我都看到有些相處得很好的夫妻 當然為數不多 其實他們都好像一個小孩 我在拍攝禮拜託裡 有一對夫婦住在美夫新村 這是我拍攝禮拜託裡最好的一對夫婦 他們對他們的子女結婚 他們是用一個玩樂的心態 用一個玩樂的心態是甚麼 即是父親會對著這對夫妻 不好意思 這對夫妻是互相配合地說笑的 這件事是很難的 我看到很多夫妻都做不到 互相配合地說笑 其實這件事 我研究過 他其實是用一個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叫相敬如斌 其實是很難做得到的 怎樣可以互相去開玩笑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對方的 灰狹點和優點在哪裏 然後你要包容他的缺點 我一說 個個都知道 個個都明白 但做不做到 你問一下自己 我未必做得到 我未必做得到 但怎樣可以做到相敬如斌 其實就是找一些生活的情緒 生活的情緒可以很簡單 譬如有些很正經的人 其實你跟他說生活情緒 他就會回答你 生活的情緒就是我去喝茶 去哪裡旅行 這些就是生活情緒 這些是不夠的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生活情緒是甚麼 就是做一些比較低能的事 有很多認真的人 他未必可以做到低能的事 因為他放下不了自己 所以有時很外版的生活 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夫婦 尤其是優生優太那些 喂 大佬 你已經在做生意 嚴肅 何來可以做到一些低能的事 其實正正一對夫妻就是要做一些比較幼稚的事 幼稚的事很簡單 譬如出去旅行 你喜歡那樣東西 要求的 這些就是一些幼稚的事 不需要那麼嚴肅的事 不需要那麼嚴肅的事 一到老夫老妻的時候 甚麼叫平淡如水果頭 平淡如水果頭的時候就麻煩了 就會引伸成十幾年之養 或者是二十年之養 諸如此類的事出現 所以在這裏 我很想帶給大家 雖然你們都知道 但其實你可以做一些很特別的事 因為在外國 我不開別人的影片 因為免得侵犯那版權 在YouTube上也可以搜尋到 或者在FB也搜尋到 其實在外國也有些交互庭教育的事 會播出一些影片 那些影片是甚麼呢 譬如老婆 她自己找過類似模擬放屁的壓縮器 很簡單的 其實躺在這裏 然後趁老公醒來 按一下壓縮器 老公就以為她放屁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事 這些其實是很幼稚的事 但如果你太嚴肅去看待 這些那麼換味的事 你就喪失了一個比較童真的思維 如果你不喜歡這件事 你可以找別的東西 譬如你是文質奔奔的話 你女的那邊很喜歡漂亮的花 你就可以跟她一起做漂亮的花 不過要可愛一點 比較灰鞋 又比較童真一點 你就可以帶起那個腦 尤其是老夫老妻的那些 你的腦就會年輕了很多 莊小姐這一家也是 其實這麼年輕 每個人都有那團火 老夫老妻可能會少一點 但這麼年輕的時候 她有那團火的時候 有時一喵煞的時候 大佬相見好 重住難 那個火就很厲害 好了 我看美國的科林 有針對夫婦吵架的方法 那個方法是什麼 首先 又是可能你們知道 首先就是約法三章 尤其是年輕夫妻 你一吵架的時候 這是在之前約法三章 就是說 誰一動火的時候 很簡單 另一個自己走出去 離開那個環境 這個也可以避免很多互爆的情況 說真的 香港生活壓力這麼大 怎麼會沒有喊煞 但裡面有很多技巧 有很多技巧 好 接著 這一部分 我又會再說少少 就是莊小姐的家裡狀況 因為她說 她家裡媽媽是道教的 有很多法事 符咒之類的東西 這件事 我就不批評她 為什麼呢 這件事我研究了很久 外星人 我也研究了很久 關乎這些宗教形式的東西 我也研究了很久 這個我之後再開片說 因為我開始有些時間 會陸續拍這些片 但我要說一個很重點的東西 在什麼道教諸如此類都好 你用符 跟著做水 跟著你說喝也好 什麼都好 我講一講一點 以前古代的時候 她沒有學識 即是人們沒有科學 應該這麼說 沒有科學的時候 其實那些符 你寫符的時候 他們多數用珠砂 其實珠砂就是水銀 含水銀量很高 水銀 其實以前為什麼 那些巫師 為什麼可以說 她有少少法力的依據 又可以驅到蟲蟻 其實就是因為水銀 因為昆蟲類 或者爬蟲類 甚至乎動物類 對水銀很敏感 因為我們人類的觀感是被動物弱的 因為我們退化了 但是動物對水銀很敏感 她知道這東西一定是劇毒 所以一有水銀 就會散走 走 以前的巫師就是用這東西 你說有沒有法律依據 所以我在這裡不說字 因為關乎宗教上面的東西 如果你說歪了一點 人們就會說 你侮辱我的宗教 你怎樣怎樣怎樣 很不客觀 在另一段影片裡說 好了 然後 除了水銀之外 如果你真的用珠砂去寫 那張紙 那張紙未必是植物纖維 現在 如果你說有印刷的東西 就是印刷的油膜 加一些有塑膠元素的紙 印刷的墨 是含緣量很高的 緣 說的是緣 一樣會種重金屬 雖然劑量未必是即時導致這樣 但是重金屬一落到人體裡 它就會積墜乾道未必爬得走 尤其是水銀未必爬得走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很久之前 我已經研究過 其實符水是不可以喝的 有些道教的朋友 他也是用了另一個方式 就是用一般清水 代替符水 因為清水在法家或道家裡 有一個含意 莊小姐你可以找回這個含意 我這裡不關門龍虎 因為你都說你媽媽是道家裡的很長時間 其實你問一問他 其實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你都是求平安 或者是諸如此類流傳下來的傳統 至於你說符水喝和不喝 甚至喝茶都成問題 你想想水銀燒了之後 它的份子如果塗在臉上 水銀是直入皮膚的 一樣是帶有毒性的 我們現代人盡量少做這些 這些都是受害的 如果你說沒有什麼害 可能的劑量未夠 甚至乎我研究過 有些紙都是含塑膠纖維 如果是印刷類那些 如果是黃紙 又未必是純植物纖維 它裡面可能有些雜質 亦是對人體有害的 希望可以改良到 我以上不是批評 批判宗教 而是講一個比較科學性的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積聚那麼多毒素 在這裡 這條片也很長 我做過結尾 希望邱山那邊 老夫老妻 如果有阿龍亭 都能流動家庭 或者這件事不存在 可能不存在 但阿龍亭如果報道出來 有機會是流動你的家庭的話 其實代表你的家庭響起了警號 兩夫妻 我剛才所說的方法 至於莊小姐那邊 我剛才所說的方法 莊小姐是有能力去找到經濟 但丈夫是否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件事我要強強調 我現在未知道你是否離婚 但估我論點 離婚或是有之後的另一半 又或是你們會複合 也好 諸如此類 又看看我這個提議 會不會對你有幫助 我要補充一點點東西 因為莊小姐是有兒子的事情 其實有小孩子 有很多時候 如果小孩子沒有什麼事 其實家庭和睦對小孩子很重要 有時候大人一鬥氣的時候 小孩子是最無辜的一個 你也明白的 很多觀眾都明白 但能否做到是另一件事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責任的大人 做得別人的爸爸媽媽 是一生的承諾 你養一個寵物 你也要一生的承諾去照顧牠 更何況牠是一個小孩子 一個人 以及你們的骨肉 好 這裡希望我所說的 可以幫到大家 又或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正能量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下條片見